我們今次繼續講到全官 希望激勵大家真去做 亦都會給大家一些方法 後書我們一齊說三章九節 不如有一人沉淪 乃以仍人都悔改 和題目提前選將四節 乃以仍人都悔改 乃以仍人都悔改 就是神不想見到人沉淪 神不想見到任何人沉淪 祂是想仍人都悔改 和想萬人得救 這個指萬人 即是所有的人 即是神是很想所有的人都得救 你想不想呢? 想 很多人都想 不過做的時候 第一是沒有膽量 第二是沒有信心 傳的時候會不會信呢? 為祂祈禱的時候會不會經歷神呢? 即是很多人都在這些地方軟弱 或者祂有時問一些問題 我們很多人又不會答 在傳媒音上就會傾著 就會想 但是走不出來 而且如果祂不信 我們怎樣繼續去幫祂呢? 也有很多人一次過 傳一次後不相信 就不懂得繼續下去 其實神是給我們各樣不同的智慧 和不同的方法和機會的 這個需要我們各樣的方法都熟練 就算祂一個方法不信主 我們都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在某些情況之下去引導祂的 我們首先講一些經文激勵大家 神是很歡喜我們有連率的心 神喜歡了神自然就加力力量 祝福你 馬太九十三節經常說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祀 這句話 一見思你 兩句詛我 我來本不是照義人 乃是照罪人 就是神是喜愛連率 超過一切 超過我們的憲制 神喜愛我們的憲制 但是神最喜愛的就是 我們連率人 你看到人就是連率 那可能你不太懂得做 其實你就多為這個人祈禱 神啊你為我開路 我怎樣向祂傳福音呢 那有些人的確是容易一點的 有些人是很難 但是呢 相信神一定會為你出路 有開出路的 當你相信的時候 你有連率的心 神一定喜悅的 而聖經告訴我們 地獄是痛苦的 盧家十六章二十八節 這個《才主》 他怎樣的心態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因為我懷有五個弟兄 他可以對他人作憲政 免得他人有來到 這痛苦的地方 就是呢 這個《才主》去到地獄 他都知道那裡痛苦了 他就很想他的弟兄 千萬不要去過這個地方 所以 神啊幫助我們 去拯救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總是向人作憲政 總是找機會 就是我是不同的機會 雖然有些人會抗拒 但我又會去想 怎樣的機會 怎樣再有其他機會呢 其實我有很多個影片 我可以傳給大家 然後你又可以互相傳 選來傳給某些人 可以用來傳呼應用 這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很多見證的影片 還有一些解釋救恩的 解釋神是真實的 還有一些幫助人 處理生命的影片 都可以用來傳呼應的 即是我們什麼方法都好 叫人不要去這個痛苦的地方 耶穌形容地獄是怎樣 馬考福音九章四十八節 就是哪裏 蟲是不死的 火是不滅的 在那裏永遠都有 不死的蟲 不滅的火 真是很淒涼 有些人去過地獄 曾經有一個人去過 是一個基督徒 熱心的基督徒 但神讓他去一下地獄 試一下地獄的滋味 然後回來告訴別人 在網上 我都放在我那個 即是在義務司 YouTube義務司那裏 二十三分鐘 你可以找到的 那他就是 這個人 即是去到地獄的時候 神讓他忘記他 他是基督徒 即是他 當時來說 就好像自己是一個 未信耶穌的人 那他去到地獄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到出路 那他很大的痛苦 就是他心裏很絕望 真的沒有希望 怎麼能夠出路 即是他覺得是沒有出路 還有呢 就是肉身上 很大的痛苦 他說需要呼吸 但那裏沒有空氣 所以經常都 即是經常想呼吸 但是沒有空氣 即是經常都缺氧的感覺 而那裏又很臭 又很熱 又很 非常之痛苦 又不斷被邪靈折磨 他身體完全沒有力 讓那些邪靈入耳接磨 那麼 即是 這些情景讓我們看到 都說 真的 他說地獄上 地上受的苦 在地獄裡面 是強烈 很多很多倍的 譬如那裏 極度極度的臭 你想想 你可以住在一個 最髒的廁所 有時候 你去一些宣教的地方 有些真是很難忍的 你會盡快出來的 但在地獄 是會比這個更加臭 是同時所有的痛苦一起來 所以我們知道這樣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盡一切的方法 去向人傳呼一聞 這兩幅圖 這個是聖典沒有說 這個是有些人的經歷 他們曾經死過後 他們都說到 他們是跌到地獄的 而跌到地獄 而跌到地獄 就不是靈魂飄下去 是整個身體 就像砰 就跌到地獄裡面 是非常之痛苦的 這都是兩幅圖去代表 在地獄裡面 不只是靈魂 而是身體一起受苦 這是那些人的經歷 耶穌說到 譬如說 不死的蟲 不滅的火 不死的蟲 都是令身體受苦 對不對 好了 這些我們上一次講過 我們今次就不講 大家都可以去看 我們現在又會再講 聖明神的證據 上次講一些 今次又會講其他的 好了 很重要 就是聖經有很準確的語言 很詳細 準確的語言 清晰的語言 其中一個經文 我們可以用的 就是詩篇22篇第15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的精力膚光 如同雅臉 我的舌頭 鐵在我教杖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 你都塵寶宗 你都會遺著我 我還擁我 他們會掌握我的手 我的腳 他們會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 才交流 這經文是大衛所寫的 神感動大衛 因為 他將耶穌釘十字架 前景說出來 這個經歷是大衛沒有經歷過的 因為大衛是沒有曾經被人安置 在死亡的程度中 他是自然死的 而且沒有人將他手腳刺透 將他外衣分 對女衣尖溝 他是沒有經歷這件事 但是他所形容的事情 在耶穌身上應驗 而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就是大衛的後裔 所以在大衛親近神的時候 神就讓大衛經歷到 耶穌將來的經歷 他將他寫在詩篇二二篇 他寫的時候 他知道 但是讀的人未必知道 這是講到耶穌的 他可能在靈界裡面 經歷到耶穌的經歷 所以他就形容出來 但是很多人 就是他們看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 但是到應驗的時候 他就發現 他裡面說的話 在耶穌身上應驗 這個講到 就是他的精力枯乾 如同瓦片 就是他所有的精力都沒有了 那釘十字架流血的時候 整個人會什麼都沒有了 在前一節都講到 我如水被倒出來 就是好像整個人 好像被水倒出來 就是裡面的血 他的力量全部沒有了 他釘在十字架上 他其實都很頸渴 很乾 全部 如果你試過 試過沒有水喝的時候 去行山 你會很口乾 對不對 他這裡不僅是口乾 而是他身體裡面的血都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舌頭都會很枯乾 貼在牙腸上 很難去說話 當然他有說話 但是呢 事實上舌頭會很乾 你想想 當你的口乾了 而身體裡面又乾了的時候 是會有這種感覺的 然後就講到 他們刺後他的手和腳 分他 外耳為女衣尖溝 這也是很清楚說到 耶穌釘十字架 就是 手和腳被刺後 和三分左 這兩樣東西 都是很特別的 大家可以傳播的時候 用的 聖經裡面會知道 將來耶穌釘十字架 而耶穌釘十字架 是在大衛的時候是沒有的 在大衛之後幾百年 才有釘十字架 所以大衛根本沒有見過 釘十字架 而神呢 將釘十字架這個認罰 這個是人犯罪 帶來的 就是人的罪性 所以人就會有很多殘忍的認罰 在全世界 就是大家看 中國 日本 中東 都會看到很多這些酷刑 你看到的時候 都會令到你心寒 但是呢 在這地方是沒有釘十字架的 即是他們都很用想像力 即是譬如 如果說接近的 就是五十分師 但五十分師沒有刺 沒有刺下去 即是他們手腳都刺臭 而流血死的 那 這個 這個認罰 但後來呢 耶穌真的被人釘十字架 就應驗了這個語言 第一就是手腳釘釘 第二就是衣服分了 其實大部分的 全世界的認罰 都是穿衣服的 但是唯有釘十字架 他們是把衣服脫掉 那這個呢 也都是很 即是一個細節 是一個重要的細節 因為這個重要細節 就是人通常不會想像到這樣 但是聖經呢 就說 就是將它形容出來 耶穌釘十字架的情景 右手邊呢 就是羅馬人釘十字架 有些人畫出來的童話 也有不同的記載 讓我們知道他們真的有釘十字架 那這個形容 耶穌之前幾百年知道 耶穌之後幾百年就沒有了 到君士坦英寶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信了耶穌 羅馬的帝王 信了耶穌 所以他就把釘十字架廢除了 而耶穌仍然這個 這個語言容易記得 容易記得 容易記得 我們就可以告訴別人 跟別人說 怎樣說 你能不能夠知道 將來的事很清楚呢 你能不能夠知道 譬如我們自己 將來怎麼離開世界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將來的後藥 一千年之後 怎麼離開世界 你知道嗎 大衛會不會說得出 耶穌是一千年之後 他的後藥 如何離開世界 那這個呢 就是 他很清晰 是從神而來的啟示 讓他知道 將來發生的事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釘十字架大約 主持五百年開始 到主後三百三十七年的時候 這個我上海查 其實現在很方便 很多地方都可以查 那這些就是一些 釘十字架的情景 把人釘在十字架上 而另外一個 關於耶穌釘十字架 另一個語言 就在達耶穌 就是九章二五節 我們一起讀 你當知道 當明白 從出令 重生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官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 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艱難的時候 又有三年街大豪都 必重生建造 過了六十二個七 那受高者 必被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和的魂來毀滅 者成和成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滿 有爭戰 一直到底 方便的事已經定了 這句語言 是講到耶穌來的時間 大家都記住這些經節 第一是先在詩編二二天 其實是十四節開始 十四到十八節 然後另外就是達耶穌 就是九章 九章二十五節開始 這裡講到出命令 重生建造耶路撒冷 那為什麼要出命令呢 就是當時 這個是波斯的時候 達耶穌被奴到波斯的地方 因為他們忘了國 因為他們以色列人不聽話 所以他們被奴到波斯的地方 那時候耶路撒冷已經被毀滅 聖誠也被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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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到 將來會出命令 重生建造耶路撒冷 就是耶路撒冷 是會被出命令去重建 其實耶路撒冷 其實以色列國自從 在這個時候 毀滅了之後 是一直沒有復國的 直到1948年 即是近代的復國 在耶穌來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自己的國家 他在羅萬的統治之下 那他自己沒有復國 怎麼會重建耶路撒冷的聖誠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中國人被人亡了國 人家會不會讓你回來重建北京呢 不會的 這裡就講到他讓他回來重建耶路撒冷 出命令重建 直到受高軍 基督出現的時候 有多久呢 是7.7 和62.7 加起來 即是多少 69.7 69.7 69.7是多少呢 如果你懂得促算 我小時候小學 我們學很多促算 69.7 最好用的方法是甚麼 是70.7 70乘7就是490 減7就是483 最快的方法是計算 好了 483年 出命令重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基督出現的時候 有483年 他就講到在加南的時候 耶路撒冷和連接大蠔 他說他有些 即是好像在耶路撒冷裡面 有些小溪 一些蠔 在耶路撒冷裡面 流個供水給他 他說這些全部都會重新建造 即是在加南的時候 然後過了62.7 這個受功者就會被剪除被殺死 一無所有 然後 哪有一皇的民來毀滅者 成為聖所 就會有一個國家的人民 來毀滅耶路撒冷和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滑 哪有爭戰一直到底 一直打仗到底 所以這個預言講到甚麼呢 講到出命令 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路撒冷 直到耶路撒冷 是有多久 483年 然後耶穌來之後 耶路撒冷有甚麼事發生 毀滅 毀滅 一直打仗到底 而我們今天 這是一個圖 給大家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春未令重新叫耶路撒冷 我就在 以斯拉記九章九節 這個主詞 157年 我們一起讀 能重建我們實的殿 修其毀壞之處 使我們再猶大和耶路撒冷有場 這裏就是講到 其實以斯拉回去主要是重建聖殿 不是主要重建耶路撒冷成場 不過 他這裏講了一句 使我們再猶大和耶路撒冷有場 他玩遊戲 他可能 他重建聖殿的時候 亦都重建了一部份的殿 就是有可能 所以 重建耶路撒冷 就可以由那時候開始計算 那時候是何時呢 就是主前457年 然後 至到耶穌受洗 耶穌受高的時候 就是他受洗的時候 聖靈高末他 就是他三十歲的時候 那為什麼是主後26年呢 因為呢 計算這個 因為有一個人 在天主教 當時其實都沒有正式在天主教 在教會裏面 就有一個人 他有這個感動 他要將這個全世界的入力 是用耶穌祝勢來計算 但是誰不知他計算的時候 他計漏了幾年 結果呢 就計錯了幾年 那變了呢 正式計算來說 就是耶穌應該是主前三年至五年之間出生的 就是大約四年的時間 那如果四年 也就是說 耶穌三十歲受高的時候 就即是 就是 不是三十年 不是主後三十年 而是主後二十六年左右 又到那時候 就剛剛四百八十三年 所以這個言是非常之特別的 是非常之特別的 那以後呢 耶路撒冷就被重建了 出命令 不是馬上重建的 就是在主後二十六年 就是耶穌受高受洗了 然後呢 在主後七十年的時候 就是耶穌被針之後 四十年 同一個世代 耶路撒冷就被毀滅 這個就應驗了正式的意見 然後一路打仗 現在我們經常看到中東不斷打仗 經常都有恐怖分子 事實上我們看新聞呢 是會只是看到小部分的 你上網找 你是會找到 每年是有很多次的恐怖襲擊的 這些在新聞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想看的時候 我可以給你看得到 是每年的次數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這個世界上 這些的恐怖襲擊是非常多的 那這裡是不斷發生的 我們看到在中東的地方 時時都有不同的恐怖活動 不同的炸彈 和一些訓練的恐怖分子 甚至用小朋友來訓練他 小時候就告訴他 如果你去殺死人 你自己有多殺死呢 是可以上天堂的 那便變成了 他們小時候已經有這種的新聞 那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聖經的語言 大家記不記得 謝星哥的經文 但耶穌九章二十五節開始 就是講到幾件事 大家講講給我聽 第一就是 但是又出命令 建造耶路撒冷寺照 耶穌的仇有多久了? 483年 然後耶路撒冷就重建 重建之後 耶穌受公者就會來被人殺死 剪除 然後之後 這個耶路撒冷 和聖城就毀滅聖城和聖所 和一直有什麼呢? 打仗 這個容易記得嗎? 不難記得的 就是讓人知道 聖經是有清楚的預言 讓我們知道它是神的說話 在全世界有不同的經典 但是這些經典 是沒有證明它是真神的 事實上這些創辦人 這些宗教的創辦人 他只是 譬如佛祖 他只是說 他想尋求解決人類痛苦的方法 他就去打坐 他打坐之後 發覺已經打坐四大階空 放下紅塵 這樣就很痛苦 你不當一回事 不能吃又不當一回事 沒有結婚又不當一回事 沒有錢又不當一回事 死又不要緊 他就坐在那裡 生也好死也好 那就不要緊 什麼都不要緊 這種是一種哲學 不是神 他也沒有說他是神 所以他根本沒有證明 你研究佛經 研究印度經 研究不同的經典 都沒有說到他是神 另外就是 啟示了九章十七節 這個經文實際上 我們不能夠很清楚明白 到底是什麼 不過也是一個 我們看得到近代有應驗的 我們一起讀 我在義仗中 看見那聲馬和騎馬的 騎馬的空前有甲如火 與子馬路並流和 馬的頭好象獅子頭 有火有煙有流氓 從馬的口中出來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流和 這三陽災殺了人 即三分之一 這裡是講到 會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殺死 但是呢 這個意願是未曾應驗的 但是到底這個 是怎樣的應驗呢 我們事實上 不能夠很 確實知道的應驗是怎樣 到底這些馬 騎馬的空前有甲 這個甲可以是鐵甲 如火 是否指車有火噴出來 還是它整個好像火一樣的車 或者好像飛機 或者什麼 到底事實上應驗是怎樣 我們都不肯定的 但是它裡面有講到 有火有煙有流氓 而流氓呢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用來燒東西 但是如果作為炸藥 是主後大約一千年的時候 才發明的 就是之前是不足以要來做炸藥的 但是後來是有這件事情的 這個就是聖經裡面 是講到將來會有 有流氓可以用來做殺傷的武器 至於這個馬是什麼呢 有可能是坦克 有可能是那些飛機會飛 有火噴出來 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有火有煙有流氓 那這個同性戀的 那這個同性戀是怎樣呢 就是講到 因為男和男呢 男人氣了女人 這個順性的肉處 順性的肉處 即是他自然的肉處 他就彼此貪戀 那這裏是肉火攻心 彼此貪戀 那這裏很明顯是講到同性戀的 然後就在他身上 受了這往為當得的報應 身體上受了這個往為當得的報應 其實同性戀在全世界的歷史都有記載 但是呢 近代才是有明顯 同性戀的人 是有明顯在他身上有一些疾病 那我以前都曾經做軟幕的時候 就有一些 同性戀的病人 他們就講到 他說 他形容 他說我的朋友 Drop like flies 好似乎一隻隻 就死了 好多好多 他們都是身上有愛之病 那就是愛之病 有很多是在同性戀的身上發生的 而以前是 即是沒有特別這件事的 是這個近代才有這樣的疾病的 那我們看到 也都是聖經所講到 在他們身上 受這個往為當得的報應 這也是一個近代的 仍然的預言 那這個預言 我們用的時候 小心啊 就是看這個對象 是否適合用這個預言 聖天 合乎科學聖 我們都嘗試記一下這些經節 約百紀26章7節一起讀 神將北極空在空中 將大地原在虛空 那有時 如果你記得那個經節就好 另外如果你不記得經節 你就記得它一部份 譬如這裡可以看到什麼 北極空中虛空原在 這些你可以在你的手裡搜尋 這個講法就是將地圓拐虛空 這個是科學聖 以前的人都以為地是平的 但是聖經會說到地是圓拐虛空 這個是所有世界的古書 都不是這樣記載的 直到後來近代科學先發現 原來地是一個地球 在太空之中的 但是聖經已經一早說了 就讓我們看到聖經的科學聖 二創書四十章二十二節一起讀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就是這個大圈 即是地球 是一個地球 不是一個平地 約百紀三十八章三十五節 三十八十五節一起讀 你能發出閃言叫他走去 使他對你說我們在這裡 這裡神和約百說 你能否發出閃言叫他走去那裡 告訴大家我們在這裡 能不能夠用閃電傳遞訊息呢 在那時候來說 根本對於閃電是完全陌生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聖經會說出這句說話 而應驗就是 在今天的什麼呢 今天的手機 因為手機用的電 其實跟閃電一樣 不過約很多 發出閃電去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裡 這就是用電傳遞訊息 但是本來人對於閃電只是怕的 不會覺得它是一樣的工具 所以這也是聖經裡面 讓我們看到 神是知道科學性的東西 讓我們知道 聖經不是一本普通的書 我先知道這幾樣 還有呢 語言科學性和考古都是客觀的證據 聖經考古的證據 其實聖經考古證據有很多 可以有不同的考古的書 但是有一個比較多人留意到 就是狼牙的方舟 在這個土耳其阿拉利山上 阿拉利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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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說 這個方舟是不肯定位置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有個地震 這個方舟裂了 也可能埋藏了 但是在耶稣之前和耶稣之后 已经有古书记载这个方舟的位置 并且将那些木从方舟拿下来 让我们知道 因为有古书讲到他们见到这个方舟 那时候见到 因为那时候天气还没有那么冷 现在因为这个 普世的变暖 另一方面高山变得更加冷 被那些雪盖住了 但是以前他们是看到那些方舟上报的 那些古书记载 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的 以上所讲的三项 一起再讲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预言 其实预言有很多 我有文件预出很多 但我要讲一些简单的 关于耶稣经十字架很简单的 第二就是Force 第三是牙筒炒股 下面的东西我们上周讲过 但我简约讲 就是经历圣灵的证据 有什么呢 我们就读了哪一行 平安 轻松 爱 心灵 医治 赶鬼 医治 医病 喜乐 身体舒服 医治 失眠 得着能力 都是圣灵的工作 而我们今天是可以带着圣灵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大的礼物 希望我们有这个信心 我们经常都见到神的圣灵工作 你越有在圣灵中运作 你就越有信心 你越是没有 你就越没有信心 就越害怕 这个圣灵是可以经历的 然后另外就是邪灵 证灵有真实 这个世界的确实是有邪灵的 在网上是见到很多这些人 他们讲到他们的经历 尤其是打坐 灵文出校 跟着灵文出校 他就见到有邪灵在那里 抛着他 也有些人经历到邪灵去 去攻击他 有些甚至邪灵会和他有性行为 这个是有些人 他们灵文出校有这种的经历 邪灵是很想和人有亲密的关系 并且不想走的 也有很多人他们上身之后 他进入一个trance T-R-A-N-C-E 在一个不是他的理智控制的状况 譬如有些人 他叫基童 基童就在那些庙子上身 他就一路拜一路拜一路拜 跟着他一路呼求 跟着他就整个人 都像迷迷懵懵懵的样子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有些人他们会用刀戒自己 伤自己但不会受伤 这个就是一个trance的状态 这个世界的确有邪灵 而有邪灵的人通常都会想死 心灵很痛苦 会自杀之类的听向 如果是这样的仇 他没有可能成为这么漂亮的世界 还有这么漂亮的孩子 那么多种可爱的动物 花草树木 这些就是给我们看到的 是神创造的 因为有一个真是 在前外传人的神仙能够创造 那么美好的 这个是张佳欣 大家上网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张佳欣怎么样 他在打坐的时候 就是邪灵 拔他去 在一个黑的洞里面 做一些行淫的事情 这个是他亲身的经历 另外也很多人在打坐 灵魂出笑 就见到邪灵 也很多人常常推广这个打坐 或者是鬼扎 或者是接触灵界 或者是中国人有的蝶仙 首仙 银仙 这些都是会接触到灵界 也有新闻说 在上网我都见到有的 在平台日报讲到有些学生 他们就玩蝶仙 结果就日头都见到有邪灵 还有我们奉耶稣明可以赶邪灵 证明耶稣是胜过所有的邪灵 而从来没有人用任何的邪灵的名字 可以赶到耶稣 从来没有人说这件事 事实上那些道教的人都知道 耶稣更加厉害 所以他们不会容许 信耶稣的人在他们的仪式 因为他们就知道耶稣的力量是更加大 但很奇怪 为何呢 你知道大便是信耶稣 但人们就觉得 我要做一些神秘的事 也有能力 好似吸引一点 耶稣呢 你靠外力就信耶稣 耶稣就帮你 那好像太简单 而且要听耶稣说 不要犯罪 不要偷东西 不要赔钱 他们觉得很难 他们觉得要离开这些罪 也觉得 他们不想离开这些罪 正先说到灵魂出票 第七 第六 就是说到天堂地獄和灵魂出票 就是人是有灵魂的 这个也有科学家的证明 上网上 买书都有很多这些书 中文比较少 但是英文很多 他们就说到人死了之后 他们都说到有类似的经历 为什么会有这些记错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死了之后 后来就救回 因为每日医院都有人死了救回 你想想 全世界有这么多医院一起 你说多少个人 每日是死了而救回 他们就去访问他们 他们都说到类似的经历 就说到他们好像出了一个隧道 又听到零声 接着那些人一出来了 出来了 就见到周围的人 但是跟他们说话是听不到的 也有时刷身经过周围的人 但是又没有感觉 然后就离开了 有不同的经历 有些又去到天堂 有些又去到地狱 有些也都见到一些实际的情况 回来说回 就证明他们真的有这个经历 不只是幻想 有些人说他们幻想就是这样 但其实他们真的会说得出 譬如说有时见到屋顶有些什么 见到医生做什么都能有记载的 而BBC英国广播公司 有不同的影片都说到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的 这些不同的书 都有记载这些事情 还有些人去过天堂 有些人去过天堂 还有些人去过地狱 这个也是一个人去过地狱 就完全改变了他 他就识了耶稣 這次我會講一講科學的證據和經歷性的證據 科學證據有幾樣 客觀的證據 第一就是語言 科學性的證據 考古 經歷性又包括幾樣 經歷性靈 第二有邪靈 經歷性靈 包括醫治 還有有邪靈 而奉耶穌靈可以管邪靈 其實可以分開兩樣 有靈魂 人有靈魂 人有靈魂 即是死了之後我們會去不同的地方 不是死了之後就消滅 另外有天堂地獄 因為這些人離開身體 他們都是很大的改變 很震撼 證明他們是真實有這個經歷的 而他們去到天堂 地獄 都是告訴我們 他們真的有去過天堂 所以我們知道有這麼多的證據 在聖經裡面經歷到 並且你可以奉耶穌靈走出來 譬如不同的宗教 他們又沒有這個客觀的證據 而他們的經歷性證據 是很多時候帶有黑暗的勢力 譬如打座的人是有經歷過的 不過他們又會看到邪靈 好像張家音都問他那個老師 帶他進入打座進入印度教 他說為何我經常有邪靈奉去那個洞 就和我行淫呢 那老師最後承認 他說其實我也有這個經歷 還有我認識的人都有 所以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脫離到 他們有這個經歷就覺得很好 但是他們沒有看到 其實那個經歷是帶有黑暗的勢力的 好了 這個經歷《聖年報道法》 是很有幫助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單是用腦 他們是未必會信耶穌的 當然這個都是 其實很多人因為聖經、罪、救恩 有很多人信耶穌 但是這個活後的世代 是更加難信耶穌的 譬如我自己曾經在1988年開始 是做學生福音工作在香港做 是很多人信耶穌 那時候我一次報道會 整班幾班的同學 全部都一起信耶穌 立即開團結 很多人信耶穌 那個情況和後來很不同 因為現在有什麼影響 遊戲機、很多娛樂 把他們的時間、把他們的心 很多刺激 人對於神聽聖經是沒有興趣的 但是當時整班學生會聽的 還有人也被很多的困索 就是很多的煩惱 所以他們很多人有情緒的問題 但是有聖經工作的好處就是 他就在他的需要上幫他 他不開心他煩惱 他有什麼疾病 神就在那件事上幫他的 所以很多人 全方有困難 但是經歷聖靈 是幫很多人 是更加容易信耶穌的 第一點就是神可以經歷 我們今次看這些經文 我們已經看過了 我們再讀一次才剛才看過 就是聖靈是可以經歷的 第一就是平安 約翰福音十四章 由七字一起讀 我將我的平安辭給你 這個經文 很多人都說 其實很經歷聖靈充滿 都有平安 這就是神的美好 其實任何人都有經歷 那經歷聖靈充滿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更加強烈去經歷平安 並且可以幫助人 即時經歷平安 這就是個分別 就是說很多人 他們安靜地討告 看聖經 他會平安 其實經歷聖靈的時候 和他信主討告的經歷 是基本上一樣 不過聖靈充滿就是加強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我為小朋友祈禱 祈言 他即時可以經歷到 也有很多人 我為他祈禱 即時經歷到 就讓我們看得到 一個就是 充滿有更大的能力 並且可以傳遞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傳福音更加有效 這就是原因 事實上 如果你跟過去宣教 你會見到很多很多聖靈工作 在早期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映光在教堂經常都見到 即是經常見到 這些我們當時所經歷的聖靈工作 阿仲恩也都見到很多 即是整個教會當時 都是有很多聖靈的 現在我都是經常有的 那你如果有機會 譬如你可以的 星期六可以跟我有一些短孫 你就可以看得到聖靈工作 也有時候你放假 或者你短孫跟我去 有些長一些 可以給大家看得到聖靈工作 那所以 所有基督徒都有經歷平安 問題就是 有多強 還有可不可以傳遞 有些人要敬拜一輪 很長時間 之後才有平安 但你學會用這個靈的禱告 你就可以隨時 經歷到聖靈的平安 下一個就是 輕鬆重靈釋放 晚帝十一張油 八折 煩怒好多 重靈的人 可以用我者女來 我就使你門得 安息 即是 很多人有重担 押住了 祈禱就鬆了 接著就是 愛 狂瓦書五章五節一起讀 聖靈將神的愛 描冒在旺心裡 即是可以經歷到愛 人可以說那些神的愛 有些人在某些情況 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但可以時時 很多人經歷 很多的聚會 是可見到的 很多人都可以哭 不是我令到人們哭 又不是我講的說話 怎樣很感動 我講的都是很 就是愛慕神神 你真是好 感謝耶穌 讚美主 耶穌和我一起 這些說話 很多人聽到 都會哭 但是 在經歷聖靈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哭 感受到神的愛 心靈的醫治 以外書羅一章 一節 醫口傷心的人 還有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樂由代替悲哀 都是講到 心靈的醫治 趕鬼醫病 馬可方十六章 十七到十八節 奉我的名趕鬼 和手患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誰人有神跡 就根據馬可方十六章 信的人 只有神跡 隨著他們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其實有這個權兵 喜樂 以賽書羅一章三節 喜樂由代替 另外 真的可以經歷到喜樂 湧流出來 好像全湧可以笑出來 然後身體舒服 很多人都覺得身體很舒服 而詩篇十六章九節 我欲生也要安然 對著整個身體很舒服 這就是神的同在 帶來身體舒服 醫治失言案 以詩篇四章八節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然後就得著能力 詩篇一章八節 得著能力 作見借直到地獄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 聖靈是可經歷的 我們可以追求更加進入神的同在 帶著神的能力去祝福人 當你時尚到心靈的祈禱 心靈的祈禱 很多人來說 就覺得很抽象 我們其實怎樣可以學習呢 就是 學習 用雲 就是思想意志合成 整個思想完全應共性 所有在一起的人 神是最好的 一起跟我 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神是祝福所有跟從祂的人 神是祝福所有跟從祂的人 跟從神必定無福 跟從神必定無福 我完全認同神所有的說話 我願意完全認同神所有的說話 我願意完全行神的 跟從神的路 我願意完全行神的路 這就是思想完全認同神的 由意志我決意跟從神 由感情 跟神有個建立心的感情 一想到神就喜歡了 你看到賴蜜創造 是不是很漂亮 你便想到 真是好 你吃東西有沒有覺得好吃 好吃 你又喜歡 睡覺有沒有覺得好 好 現在想不想睡 想 睡覺是很舒服的 神給人能夠睡覺 這是個理盤 你也可以說 神叫我們可以 睡覺 喝水 舒不舒服 舒服 其實很多東西 神給我們 很多東西都舒服 在樹下 有些涼風吹 舒不舒服 在夏天 在秋天和春天 是不是很舒服 神做的慢 在水裡面 溫度是正確的事 在游泳 是不是舒服 都是的 其實很多東西 神創造 都令我們很舒服 我們便說 神力真是好 我們便喜歡神 全心喜歡神 我們喜歡神的時候 心就起於神 起於神的時候 你便每天用心靈 去愛護神 事件都說到 第一就是用心靈 誠實敬拜 另外一個經文 在高雯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講到心靈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一起說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其實所有信耶穌人 都與主聯合 不過 個人不同 很多人明顯 他的思想 是與煩惱聯合 不如是與神聯合 不過 大部分的煩惱 重擔 那時候 他不會強烈經歷神 但如果這個人的思想 完全是與神的心靈 完全是起於神的時候 他便整個心靈 與神連結 與神連結的時候 就不只是要透過思想 很多人經歷神 是要透過思想的 他們是用思想 去想到神的美好 但思想想到神的美好 只是入門 當你入門之後 你便整個心去喜歡神 我會用一個譬如說 你喜歡吃雪糕 現在喜歡吃雪糕 你想到雪糕 會否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如果你想像 你現在 在你眼前 有你很喜歡吃的雪糕 你一看到的時候 會不會很喜歡吃 心裡 有沒有整個人 好像很舒服的感覺 當你想到的時候 基本上 你就是用這個感覺開始 即是想到神 好像想到 雪糕更加喜歡的 哇 神真好 行神的路 凡是無福 心於是就很歡喜 那你就會開始 用你的感性 然後進入心靈 整個心靈 那你越做越多 你就越通 你的靈就越通 越能夠隨時去歡喜神 隨時去感激神 隨時去感激神 隨時一愛無神 發覺神的能力就淋在 這就是很重要的學習 大家有沒有這樣做 我也講過很多 有沒有運作呢 運作是另一回事 運作就是 你真的見到人 有需要立即為你祈禱 或者沒有需要 照樣跟他聊 照樣去offer 我想為你祈禱好不好 那你總之什麼情況 有機會 信主的 未信主的 懂不懂的 譬如你偶然認識一個人 你都要跟他說 我和你祈禱 我很多人都會經歷到神的 林在 你想要試一下 我很多事都不是說 我經歷過很多不同的情況 譬如一個其中一個例子 我的姊妹那時候 我還在香港 在醫院那裡 是我很趕很趕 因為我約了人 已經是遲到 但我就是為他祈禱一陣 在那個走廊 我走廊是窄得不得了的 我們在祈禱 那些人在旁邊經過 在身邊經過 在一條走通道 因為沒有別的地方 他就在這個走廊 這樣和你祈禱 他即時就流眼淚 即時神的愛就來到他身上 即是這種情況 我是時常見到的 我就是不怕 我在街上 在哪個地方 在打歌的時候 有人說 聽到有好奇心 我說 我不如馬上和你祈禱 即是這樣 即時我就會做 我告訴他們 我真的為了很多人祈禱 他們有經歷聖靈 其實我們中間 都有很多人 經歷聖靈 都不短時間 但為何怕呢 就是 怕沒有後果 怕他沒有什麼反應 怕不知道他接不接受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怕 但怕不會帶來好處 但當你肯做的時候 神就會用你了 好 那這個呢 我們現在就看一看那個方法 怎樣做法 簡單的說出來 經歷聖靈 過法 第一就是交談靈聽回應 這個就是 任何全方都有學校的 就是聽到人的困難都回應他 感受是他感受 感受如果我是他 會有什麼感受 那你習慣了這樣回應 人就會更加喜歡和你做朋友 這個是全方很重要 和建立關係 就是你周圍的人 那些人說 哎呀好辛苦 那你就 有些經歷聖靈就說 你祈禱就不會辛苦了 就只是教導 他就不會感受你的關心 你說 你會認同的 我知道 真是很辛苦的 做功課很辛苦 做功是辛苦的 那這個呢 就是 聆聽回應他 我們不要玩了 第二就是 分享 分享我們的經歷 就是他有這個困難 我都分享我類似的經歷 或者我見過一些人這樣的經歷 如果你跟我去戀書 你就會經歷 見過很多人 因為差不多的 個個差不多的 老公老婆問題 子女問題 經濟問題 睡覺睡得不好 煩惱 就是差不多 全部都是這樣的問題 戀愛問題 分開 我們有類似的經歷 或者某些人有類似的經歷 然後祈禱得到釋放得到安慰得到醫治 就告訴他 然後就問他 你想不想 好是祝福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操練 操練的時候 你自己有常常經歷 為人祈禱也有常常經歷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 我也為人祈禱 他們真的有經歷過 所以這個是需要在 短書院或者日常生活去操練 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是會經歷的 譬如那時候你認識一下阿楊 阿楊本來是不回教堂的 我跟他媽媽說 我說 我聽到你有兩個兒子 他們信對耶穌 他答我 他已經洗禮了 他說他已經洗禮了 但是沒有回教堂 我就說 我去探望他 他說好 我去到就為他祈禱 兩兄弟祈禱 他們都經歷聖靈 但阿楊從下個星期開始 就一直回教堂 就是這樣開始的 阿楊就是有一個 洗禮但是沒有回教堂的人 就是這樣開始的 然後他就跟隨耶穌 今天還做了宗教士 好了 按手祈禱的時候 我們用心靈來愛護神 因為你只用口說話 為何難於自己進入聖靈的充滿 因為當你只用言語的時候 你就是用頭腦 用頭腦的時候 就未必整個靈去愛護神 或者未必整個靈與神的靈 成為一靈 是比較難一些 我自己也是的 如果我單是用言語 祈禱的果效是沒有強 當我用靈祈禱的時候 果效是很明顯的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做 事實上去做 做光眼的時候 你的靈就開通了 然後在那時候 也都一方面 就回應他的需要 耶穌都知道你的痛苦 主耶穌就在陪伴你 和你一起 耶穌會安慰你 要釋放你的心靈 又可以唱一些詩歌 然後就帶領他 相信神愛他 又去愛慕神 就是這麼簡單的祈禱 就未必是把他的問題 重複重複說 而是多些說到 神如何愛他 體重他 在這個時候 你就留意聖靈的臨在 留意自己身上 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而且你為了按手 你會感覺到不同的 感覺到不同的時候 加強你就知道 他都有經歷 他有沒有經歷 你可以問他 有些很明顯的 不過有時候那個人不知道 那你就可以問他 就是你可以問他 祈禱之後 就問他了 有些什麼經歷 就問他 祈禱完的時候就說 請你跟我講一下 請你閉上眼睛 一起講 請問你祈禱中 有什麼經歷或感受 請問你祈禱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或感受 那你就問他 然後他就說 譬如他有些釋放 整個人平靜 鬆了 舒服 那你又用聖經 那些經文說給他 那如果他說沒有 你就說 你留意你的心靈 留意你的身體 你都問他 有沒有覺得平安 平靜 輕鬆 身體舒服 重擔釋放 然後問他 那有些人 而且說是沒有 或者是留意不到 那你說不要緊的 你祈禱 神會聽你祈禱 然後呢 他說有的時候 你就用聖經告訴他 這個就是聖經所說的 神這樣留在他身上 你想耶穌又祈福你 他願意你 就向他解釋 那這個報道方式 有很多個好處 其實你周圍的人 有沒有同學啊 朋友啊 有時候很煩 很不開心 那你就製造機會 為什麼製造機會呢 你請到某個地方 吃東西 跟他聊聊天 即是跟他建立關係 然後呢 在某個情況 就跟他說 我有這個經驗 其實我為你祈禱 但是我們全方的時候 也都當然看他的心態 譬如他很抗拒的時候 你未必去到這一步了 你就可能是回應他 關心他 但是留意 如果一反駁 你就盡量呢 你就 一反駁 他一定跟你對抗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反而認同他 不是認同他 對的 怎麼說呢 我知道在這個情況 你覺得很難相信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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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